第二次拿到了角球的机会 没记错的话 对手应该是拿到过两次角球 头球冲点 希望夺回球权 危险解除 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怪自己 注意力不够集中 球员的沟通又出现了问题 犯规是他们唯一能采取的行动 他们有望进一步拉开比分差距 古利特准备罚球 古利特 多亏了衡量帮忙 多次三多次 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处 时间一到 裁判的哨声响起 AC米兰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笑到了最后 与所有胜利者一样 他们总是在需要时 能有更好的发挥 拉斐尔莱昂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 这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 比赛尔长时间陷入胶着 直到最后时刻才终于分出胜负 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 今天是一场平局 包括我在内 可是显然他们并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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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的进球 梦幻般的开局 我的小伙伴们 还有蔡迟导 这球你们咋看 不好说 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球 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 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的进球才算精彩 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 A线米兰显然没有料到这种局面 他们将拿出怎样的看家本领呢 在我看来 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虽然还有很多时间 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一记直三球 将球拦了下来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这是个明显的犯规 扔一球 比较长传 队友没能接到这个球 洞察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金敏在 迅速将球抢下 对方无功而返 卡卡 手分心高 罗德里埃尔南德斯 瑞琳厄姆 内玛尔 就在姆巴佩脚下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打一脚 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 就是射门太糟了 内玛尔打席尔王 白白浪费了这次绝佳的机会 主教练好像在场边说着什么 从表情看来不是什么好话 射门太糟了 那位贝卡姆 底下一次出球 一次犀利的防守 印尼获得一个任意球 表示牌了 射门太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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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糟了 忍着了去 转向边路 但是这个球很难接到 卡卡 试图直赛 大卫贝克汉姆 金米在 出现把球破坏出去 反击的时候 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 太可惜 内门达西尔瓦 长传边路 孙兴米 一路带球走位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安德烈皮尔洛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 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呀 塔卡 少声响了 犯规 这次裁判比较宽容 不过我猜 他也没几次机会了 安德烈皮尔洛 准备来处理这个任意球 台湾派上了 阵中最出色的任意球手 坦扑得漂亮 太漂亮了 这次扑就足以入选本周十佳 应该说门将开始的时候站位非常好 有助于判断球的飞行路线并及时封堵 转移到边路 快点没塞过去 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 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 他们想限制住他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就在内曼尔脚下 扑进去了 就在五八配脚下 他们是踢得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他抬脚射狠 他采取了保守的方式 他要埃尔南德斯 罗德里埃尔南德斯 巧妙的传球 他已经进入了腹地 他能完成射门吗 选择回传 他脚射门 第一脚处理得非常好 几乎不用调整 他很清楚自己必须在失去角度之前起脚 但其实可以稍稍减轻一些力量 好让准度更高一些 不行 他很难冲击这同墙铁壁的防守啊 直接传到现场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魏林恶母 前面非常开阔 就在孙兴明脚下 他找到了突破口 双方你来我往 一方全力进攻 一方毫不退让 卡卡 他能否完成呢 专家级的拦截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就在内曼尔脚下 伍巴佩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这下传球体现出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 帕特里克维埃拉 摄负琴科 需要快速处理球 吉鲁 分给左路 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场地的宽度 球在吉鲁脚下 简情暂时解除 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 一句话来形容上半场比赛的话 那就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 尽管上半场的热身之后啊 下半场可能会踢得更加开放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 A.C.米兰不能自乱阵脚 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并力争在下半场尽快取得进球 为此他们要全力以赴 吉鲁 齐清明 反击的好机会 球在五八配脚下 往前传 准确地预判 有传手门员重新组织一下 能将大脚长传 就在内玛尔脚下 防守队员很顽强 但很顽强就对了吧 可惜了 这个球传得不准 现在准备组织反击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你仿佛可以听到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啊 好位贤熟 身手敏捷而且很狡猾 不过防守最终还是化血维仪 罗奈尔迪尼奥 漂亮的解围 清除一身冷汗 回来了 很漂亮的几次倒角 奥里维尔吉鲁 在那个位置很难有所作为 他首先要做的是护注球 丝毫不给对手机会 威林厄姆明显犯规了 假装给了他一张黄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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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冒任何风险 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这是毫无疑问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 更加激进主动的打法 是的 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表现亮了 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 对有能接到球吗 穆巴佩终于摆脱了围堵 好机会 穆巴佩传中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真是好警觉呀 结尾成功 图里特 帕特里克维埃拉 AC米兰 连续做了几次短穿配合 将去拦了下来 好机会 他看到了空档 拉菲尔来好 来好 打进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踢补上场不巧便攻破对手大门 不得不说 主教练眼光独大 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进一球 AC米兰打入扳平一球 双方占平 的确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攻击 这个球机得是又高又远呀 能将没能控制住 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 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五红蓝弹传空了 罗德里埃尔能德斯 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攻击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 犯规了 给他个认一球 risks 不疑 印定 写数 连了 � 再来 动 努力 和 址 终于 Leadership iper 写 transport mers 游戏的游戏 游戏的游戏 替补西有动作 应该是要换人了 身体优势 这一点让对手很吃贵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帕特里克维拉 左边 漂亮 无论有哪种衡量标准 他都会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 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 可惜队友没传好 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 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了 洞察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转眼间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 塞尔西奥哥迪奥多斯桑托斯 展现了娴熟的代球技术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好球 应该跳起头球 现在看看谁能够闪进补射 真是难以置信啊 叶林恶母 展现了进区杀手的风采 这或许是天生的 她的预判能力明显胜人一筹 印尼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领线 这太关键了 不过比赛并没有结束 现在还有时间再组织几次进攻 精品赛及时出现 化解了危机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得赶紧了 时间不多 就在德布朗内脚下 迪杰卡尔德 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 看一下 伤停补尸两分钟 球在哈兰德脚下 胜负一番 AC米兰 亲历了一场伟大的比赛 完全无法预测比赛组势 最后他们以一球之差落败 付出的努力也都没有得到回报 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 才知道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 最脆弱的区域 竟然是他们防守的中心 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他们本应该防守得更严密 我认为这是本场比赛胜负的关键 好的 最后我们 以上就是了解 您好 您好 这些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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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 天晴嘛 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 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 比赛是绝对精彩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 圣西桌球场一直都是AC米兰的坚实堡垒 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 罗大尔丁尿 他绝不会浪费机会 这是什么节奏 近得漂亮 一击精彩的大门 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 更别说一个了 这射门太刁钻了 柯林蒂安在比赛开始不久后就落后于对手 他们将如何应对呢 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 显然十分奏效 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 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一击过顶球 要是处理得好 这将是绝佳的机会 很高兴重新夺回球权 魏林恶魔 摄复金科 他们希望出其不易 以速度制胜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卡卡 他反应敏捷将球来下 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 左边漂亮 魏林恶魔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 AC米兰开局踢得非常好 给后面的比赛打下了基础 强势的开局 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 现在心里有底了 位置很好不要 这俩怎么样 罗马尔迪尼把球处理掉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球传过去了要果断 他及时多回了球权 卡卡 一记直塞球 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 塞尔西奥克地奥多斯上多斯 他阻止了进攻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弄过脚下配合 牢牢把握球权 安全起见 将球解围出去 分给左路 反击的好机会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融入送出之赛 他娴熟地断下球 没有让球过去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从这里可以发起反击 他找到了突破口 射复秦克拼抢 送出一个任意球 射复秦克拼抢 送出一个任意球 李斯詹姆斯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直接射门 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 将球送到前场 巴尔维德 大力射门 关键时刻上野精彩铺球 他的这一档太关键了 非常犀利 真是好球 这个传球不够理想 他应该知道 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好球 有穿透的机会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这一下篮截 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队友能接到球吗 罗纳尔丁尼奥 华尔图已经疲于应付 皮尔路 华尔图精彩的不久 将球传向禁区 伸手敏捷将球解围 反进的机会来了 吉利安姆巴佩 韩塞洛 将球拦了下来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华尔丁尼奥 内下抢断很漂亮 球进了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这都是个乌龙球 这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只能抱以同情了 没人希望帮到吗 不过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倒霉 这球恐怕连诸葛孔明都难以预料 这下比赛更有意思了 在这样胶着的比赛当中 有时候确实是 有机会打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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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容易了 差距就快大了 追不上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谁都没法预测 这球会怎么样 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 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 太精彩了 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 退步成军 这完全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如你所料他们真是豁出去 要踢出个未来啊 看样子他们是不会就此收手的 多斯桑托斯传中 一次犀利的防守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塞尔西奥割掉多斯桑托斯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 这球太漂亮了 快速向文前推进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似乎成了练习赛 看起来太过轻松 虽然比赛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半 但下半时的局面恐怕很难有太大变化 A.C.米兰在上半场气势如红 3-0领先 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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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又开始了 罗纳尔迪尼奥 能接到这几直赛吗 打捏得恰到好处 吉利安姆八配 识破了越运陷阱 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 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 这球没办法 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 很难打穿 巴里拉 克林蒂安 拉脚动射 打进了 出色的视野 能够看到前方跑位的队友 传球的力道也是恰如其分 这回是他们决地反击的开始吗 漂亮的盘带 看这轮攻势如何呢 这一脚有点想当然了 一脸歉意 这并不是他最佳水平 想法很好 跑位很激励 不过就像你说的 传球才让人失望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就在卡卡脚下 他们这次得到一个脚球 AC米兰拿到了脚球 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脚球 李迪格脚球传出 克林蒂安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他摆脱了防守 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美林恶模准确的预判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了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要快速带球向前 球在巴尔维德脚下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非常好 调整打扮 球进来 非常漂亮的二国一之后的进球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只有训练场上的精心演练 才能换来赛场上 如此精彩的进球 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 克林蒂安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应该说他们不取不机会怎么样 干净的戒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克林蒂安 这样踢绝对不会错的 他们必须不断向球门施压 这一下比赛就好看了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把起反击 需要一记精准的拳球 开始加速 尝试打一脚 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拨的 好球已经是做到极致了 到了利用球队高度的时候了 好听就是好投 好球 想知道什么叫做离谱吗 看看这角是门就知道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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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对方有超强的射门能力都没有提防 这只能说自食其果 他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 他可以把奔场比赛的用球带回去做纪念了 他成了球场上最出色的球员 在门前颇去威胁 多么精彩的表现 多么优秀的球员 投球空门 把球弄丢了 非常准确 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 现在势均力敌 控球率是关键 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 想要越过头顶 实在是没什么威胁 攻击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攻击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可怕配 光前闯了 有机会 向前攻击 好险啊 脚法还需要提高 精彩的连续过人展现出了他的拼劲 江球转移到了边路 卡卡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 一切卡 得 毫无疑问犯规了啊 这次失败了 德里赫特 赫尔帕尔梅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这次拦了下来 脚船渗透 保罗马尔蒂尼 强调的位置很合理啊 布里特 泰奥埃尔南德斯 很漂亮的几次倒角 要有速度才能反击 伊马尔克 他仿佛在跟对手说 兄弟 抱此彼此吧 力度掐到好处 拉斐尔莱昂 终于摆脱了围堵 打一脚 漂亮 球进了 球门近在支持 不近比登天还难 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 应该是重点丁皇对象 而我坐在这只看到了 粗心和高昂的代价 胜负一半 AC米兰 极全队之力取得了胜利 他们清楚这是一场硬仗 也很清楚 想要改变局面很难 因此非常高兴 最终能赢球 AC米兰 他们的坚持换来了漂亮的绝杀 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 今天是一场平局 包括我在内 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 他们敢打敢拼 始终没有放弃求胜的信念 了解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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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 市长 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打 控制节奏 把握机会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结尾成功 转眼间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 内马儿 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卡卡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弗朗格 巴雷西 这是要传给观众吗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再上回中路 特尔埃尔南德斯 在边路提供了一个坚硬点 抬脚上门 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 AC米兰再一次展示了他们心力的反击 并且十分致命地威胁到了对方的防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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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 摄负金科 摄负金科 球在飞哥脚下 路易斯飞哥 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 佩德里 内玛尔 几次干净利落的断传配合 大卫贝卡姆 将冲传出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大卫贝卡姆 德琪小白 还是制造出一点危险 我想他在射门的那一瞬间 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 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一线之间 非常非常的微妙 能将开球失误直接传给了对方 射负金科 开始加速 好位先手 身手敏捷而且很脚啊 不过防守最终还是快 他选择攻本 切尔汉奥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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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鲁鲁� 佩德里 抬角上门 他的这一档太关键了 亚利桑德罗 德尔皮耶罗 显然觉得他已经战胜门将 不是吗 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 奥雷利安传 美尼 A.C.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他将对手撞开夺回的球权 球在菲哥脚下 内马尔 以及卡尔德 长传发动进攻 大卫贝卡姆 准确地预判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帕特里克维埃拉拼抢 送出一个任意球 可能会有麻烦 不过到目前为止裁判还没逃过牌 贝德里 摄抚秦科 把球抢下来了 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 A.C.米兰竟然可以舒舒服服地保持一球领先 往前传 贝德里 很好的跑位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终破宫全都无好 这次抢断非常关键 内马尔达西尔瓦 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 就在皮耶罗脚下 攻场率不错一早就看出来了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过也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开奥埃尔南德斯 安德烈皮尔路罚球 这次也没有例外 这是一次关键的结尾 马尔达西尔瓦 显示了两分钟的回复 有专手门员重新组织一下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卡卡 阿西里亚斯完美揪球 身体充分束斩将球 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双方再无剑术 接下来的比赛 仍然充满悬念 A.C.米兰 上半场以微弱的 一球优势领先 中华盛悬崗讨 好的 比赛进入到下半时 AC米兰现在一球领先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球传到了他脚下 这个防守非常及时 奥雷利安 丘亚 梅尼 很有威胁的传球 可惜没成功 佩德里 收负金科 奥雷利安 丘亚 梅尼 德尔皮耶罗 德尔皮耶罗直接与对手过招 内门 内门达西尔瓦 绝不想输给对手 天哪 绝佳的 德尔皮耶罗 危机之中 将球解围 很好支持他熟悉的位置 佩德里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将球拦了下来 收负金科 收负金科 半张半的将球哭出 防守做得很好 没得说 安德烈皮尔罗 内门达西尔瓦接到全球 几名球员围了上去 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这是毫无疑问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进攻像潮水一样 一波接着一波 辽宽 我完全同意 好 德尔比耶罗 团球 有机会塞过去 还是失败了 卡卡 奥雷利安 丘亚没你 将球断下 要有速度才能反击 AC米兰的战术重点非常明确 分到右侧 罗奈尔迪尼奥 奥雷利安 丘亚没你 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失误 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 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 这一下篮接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防守队员很弯强 但很弯强就对了吧 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 扶进去了 尝试打一枪 蜘蛛感应小子 路易斯 飞鸽 这球处理的已经很到位 只能说防守队员风度的太好了 没事 好 对 有点 对 没 Final 还好 是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脚球 他们只送给了对手一次脚球 选择了战术脚球 在内玛尔脚下 内玛尔大西尔瓦 试图攻到门前 阿珠现在那里把球捧坏掉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时候后卫顶上去也无妨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球员们跑位积极 整个进攻组织很流畅 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 福德 是犯规 是的裁判判罚了犯规 奥雷利安 丘亚 梅尼 就在内玛尔脚下 福利德这次要负责 要对这次犯规负责 福德 他在场上的拼劲可以打十分 对形势的判断得零分 中路明显人太多了 他还选择突破 交球拦了下来 这就叫拿捏 球在古利特脚下 尼克罗巴雷拉通过平抢夺回了球权 不错的压制 对方被逼得很紧 扎吉 本来形势很不利 不过他们凭借良好的防守拯救了自己 漂亮 这本来有可能成为一粒进球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非常可惜 赛尔西奥哥迪奥多斯桑托斯 想要穿透防线 杰利普银扎吉 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下输了一身冷排 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不过他们仍然领先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古利特 就在英扎吉脚下 摆脱了防守 提交什么 再试一次 哈希利亚斯完美将球 选择回传 将球传向后防 耐心寻找机会 防守球员的紧急性十足 商庭捕食时间一到 裁判的哨声响起 真是紧张 两边的球员实力相当 而唯一的进球则决出了胜负 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 才知道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认为能够扩大比分优势自然最好 但是不能指望一直顺风顺水 通过战术规划和奋力拼过来的胜利 才是最可贵的 再试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